大家好,恭喜發財 歡迎收看即時攻略,我是李慧儀 這位環市嘉賓,Stanley,你好 大家發財,新年進步 如果大家有股票問題問你專家意見 可以打你204.6566 或者電郵到ASK,BS1.com 也可以WhatsApp到9157.1428 我們YouTube、Facebook想直播 大家是留言、like和share 回到盡快回答你問題 跟大家看看港股最新走勢 看到恆子還保持升勢 最新報22,452點升408點 國企指數最新報7,657點升174點 大肆成交半日有755億 沒有北瑞之下也算OK 沒錯,厲害了 大家開心,肚年來說也開了個好頭 Stanley,厲害了 是的,簡直是厲害了 我看到Calvin已經馬上問他的外股 2306 他今天報導的全日暫時最低位是4.95 是的 不過Calvin問這些娛樂股 Stanley,我自己有一點啟發 之前不是經常說復償復償 找一些 你看到今天的影視彈上來 其實這些娛樂股 例如市好或者復償概念 可能整個經濟好 人們會做多個追星 會不會其實也有些憧憬在這裏 多個追星,你會買他們的產品 升紅 那這間公司又OK 即是這麼說 樂華娛樂 可以做一些類似劇那些 那些節目 他有訓練新人的 也會訓練新人 是的 搞錯了 我真的娛樂的東西 我真是 電習生那些 很沒什麼概念 清晨,你會留意一下 但你見到這件事 我想也有些幫助吧 但不知道 對我來說 娛樂呢 娛樂這些 都是直接去想 是 都是想看電影 都是想想這個 怎麼會演唱的那些 所以你見到原來今天 是 有些行 是說一些貓眼娛樂的 1896 是 原來它也升得很厲害 原來這隻都 全炸的那些影視股 即是電影的那些 影業股 都炒了上來 那隻1970 又是1896 和1060 但是1970和1896的圖 幾乎是幾相類似的 即是升、跌 原來這隻阿里也是 是啊 也有彈 三隻原來那個鏡 走勢 原來都差不多 通年文那隻136 其實跟樂華娛樂 是有些類似的中國語意 又是做一些娛樂 所以我就在想 如果再疏一層的話 即是譬如網上那些 播放那些東西有關 即是媒體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 升的東西 其實都是相關的 如果是復償或者其他 視訊一定是對這些有幫助的 那些說到復償這件事 基本上應該說是 跟所有一些 叫做怎麼說 即是我想 就想說娛樂這一範 變相之下應該是 娛樂 跟著一些短視頻 甚至好像你說 BillyBilly那些 都會受惠的 是 或者這樣說 騰訊 升什麼呢 是 我想我也知道他大概升什麼 是不是也是類似這些 是的 沒錯 因為騰訊有一範 應該現在去做一些類似 叫做一些短視頻也是做的 是 那他呢 其實話說因為他應該 那個東西的增長是很厲害的 我看到那些行 都是不斷是叫做 他這一塊 那個的增幅會不差的 所以變成了 可能騰訊可以說他 都是升這些概念 但是只不過 就真的要分一個不同的層次 是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如果東西都好 其實你想想想 第一件事 可能如果你炒到 像剛才這些短視頻 其實你炒的什麼概念 就是說 短視頻可能OK 你繼而就是說 有些廣告 就是那些網路有些廣告 可能這一塊 可能他們會 叫做 就是受惠到這個情況 但是就有一些間接 就是說 短視頻這些 都是如果你再拉 就是再退一步去想的話 就是說 其實這些就等於說 有復常概念 是 就是復常就是說 你的經濟好一點的時間 自然 這些人回到 會下廣告 會出這種情況 但是 我一向都說一些娛樂 就像你說mine娛樂 i-max這些 反而是直接再受惠的 是 直接一點 因為你可能 不要說沒有聽 你之前的時間 你起語沒得開的 其實你真的 什麼生意都沒有 但是當你現在的 叫我復常的時候 特別是這段的時間 即是新年段的時間 其實我想看戲 真的可能是某程度上 是幾 是否唯一的 比較好一點的東西 一家大小都可以做 是啊 我不知道可能第一件事 我近年 就是自從開始 慢慢的東西鬆開之後 是 我都喜歡看多了戲 以前可能是 因為Marvel Marvel 之前 可能是一直看的 但是Endgame之後 真的是End了 我今次我都沒有看過戲 是 但是我這一段時間 我講之前那段時間 這段時間 那段時間 那幾套 那幾套 那幾套之後 真的看多了 我可能跟我老婆也有關係 我老婆也喜歡看這些 我陪她看 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 真的又是看電影 不知道 還有 我覺得幾多的現象 就是 你先看電影 當然先講香港這邊 那你真是爆 是爆的 長長爆的 你春節這段時間 你要買一張票看電影 真的不是容易的 我那天初一 是坐A排 是嗎 A排 你這麼害怕 張敬軒那一套 你想一下 A已經是坐到去 那我呢 就是什麼 我是年初二看 看毒蝕 毒蝕 但是都是 因為去看的 我在JP 即是在銅鑼灣 其實幾乎都 其實我買了一下 因為我好像一兩三年 我看太古 是不是看金鐘的 然後近一點 AFC 金鐘看 已經爆了 你那裡都說旺 我是淘大的小戲院 都爆了 故意去了那裡五點多長 都爆了 但我看到這麼多 有這麼爆 然後我老婆說 走台灣 都去陶環走 都陪你走 然後我看上去 看到有位置就買 但是全場爆得很厲害 真的你可以說 令我看的這件事 是真的有多好奇 就是這段時間 是啊 我們也是的 我們票行 你看好像今年 90億的一套 滿光紅 但是這幾天的時間 這五天 票行收的大概是50億 其實都不算定 如果說一個年前的時間 如果說一個年前的時間 應該 春節的時間 是100億 但是之前這麼差 現在原生已經很好 所以你也可以說 如果這樣計 你的股價蛋 其實是合理的 因為一個年的時間 其實那個價錢 是二十多元 所以如果這樣計 其實現在這些價位 是一個合理 我覺得是相對合理的價錢 如果這樣計算了來擺 是可以的 但是你預料要擺 因為說真正 升很多上來 金金新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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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說的影視股 我們這一陣子 是看電影 是看電影 大家有沒有看賀歲片 對 賀歲片 我都很肥 什麼時候回來 什麼時候回來 好像初九 金金已經放到你 現在完全不知道時間 很厲害 這是很開心的 這是好事來的 快樂不知時日過 一開始見到伊莉正在做節目 對 下星期才回來 下星期五 下星期五 下星期一 但是市場 無不趣之下 都厲害了 七百多成交 是厲害的 不過我剛才看到 他們也說一些賭股 我留意著 1928 其實今天都上過全年高位 浪費了5.5 又對回來 其實它本 好看嗎 金金 很多OK 因為大家都是 之前 封了太久 Stanley看了很多圖 很多時候 我也覺得是 但是 我剛才說了 我覺得高質 真的 那些賀歲片 《男兒當學樽》你有看 很棒 很棒 哭了 沒錯 跟著還有《讀詩大作》 這個我想看 我覺得是真棒 真的很棒 Kelvin 你有沒有看 你應該很追著這些戲 是啊 真的 真的會看 好 講回他的《二零零》 我剛才也是正經的 很對 我看見金沙倒下跌 是吧 一般的 爛的 爛的 但不是 你又說得對 這個真正 很正 很正 讀切是很正 我也想看 紫華臣的 不是翻向紫座 不知道說什麼 他就去看 總之是他令人刮目相看 不再是之前紫華臣那種 那種動督笑 留下他那個 就是那些 他的角色 是有的 但是好看的 我還沒看 你渡了我很想進去看 真的好看 是吧 Tony看了沒有 我都Tony是沒看的 其實我喜歡看Dee哥 Dee哥做得很好 是吧 很好 他很鑽研 他很鑽研這些電影 我支持他 但是Dee哥是 簡直是有些驚喜 是吧 女角都很棒 全套的演員都很棒 是吧 做的電影都很棒 其實也有些 都算是新演員 都可以 其實我不認識的 我不認識女生 之前扮妹艷芳 你覺得很棒 真的很好看 好看是吧 好看 好回來 Tony 200為何跌這麼多 對 賭股今早做好地 首先說金沙 直接跌4% 因為他出了一條數 上季淨收益跌 還有 跌了 原來他的上季淨收益 總額跌了近3.2% Stanley 今早做高 2.7% 想著已經不受影響 但是 其實看到那些澳門博彩業那些 做什麼 這麼好 嘩 Kelvin你這麼開心 他有人上班 有人上班 你有沒有上班 真有意思 有人上班 他老闆派 開工利是 加毒舌的票 應該 每個人都上班 但是說實話 派毒舌票 這件事 我有個French律師行 他們有些時候都派 是啊 但是其實 口碑很好 真的很好 是啊 有些不一般的 反而都想看 一般的我們就不說了 ok 是 2008 出了一條數 整堂的賭股又回來了 尤其是200 Tony問 跌了7%左右 其實差不多 不過也不用怕 始終透明度高 經常說他有條數出來 我又不怕 我覺得豪賭板塊 沒有貨就不妨 等一下 有貨就減一減到無貨 為什麼 我覺得是 如果你炒那個 賭收的數字 其實是有少少暗勇的 是 因為真的 這一招玩法是升得太厲害 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因為你下星期出數據 那你其實好嗎 沒有聽 數據 我有些覺得就是說 可能大家就憧憬過度 是 所以如果價錢 其實是合理的 就是你當現在 用一些的時間 那就 沒有人不買 但是 到之後 出來的數字 如果這天真是可以的 好過預期的時間 你就追 所以你說 如果都是差的 那你等他再有多少時間才買 因為 如果你說這些板塊 其實沒有的 就是 豪賭板塊 都是一個叫做復償板塊 這個是應該不會怎麼走 但是只不過 是他們的股價行得太快 就是你真是 說真的 過了頂今早 27到928 而且你澳門現在這一刻 是剛剛叫做復償 是 那你有些數字行不行 你是之後 真的要是很快 就是他們每個月 出數據很透明的 那你基本上 就是說 一出數據的時間 就見真章 那你之前的時間 他會沽出去 其實是合理的 是 所以不要住了 Tony 再等一等 我想他之後 會回覆一點 我不會進去 先等一等 你不用急著 對 就是Kevin都說 今天這幾隻跌 另外 沒有的 1810又搞什麼 科大星想沽 想沽你又誤 我想他想沽他 哦 想沽 我就不建議 雖然今晚 我覺得他升得很無厘 其實你想一下 那件事是負面的 是嗎 那件事很負面 很負面 原來升一成了 但你竟然現在升這些 反而不要搞 不知道他去哪科 有些分析 就說今天的市套 第一天 有些股份 好像小米那樣升上來 有些落後股可能會吐氣陽眉 吃了這些鞋陰 好像車股那樣 又突然彈上來 車股一彈 你都可以拉下去 Tesla那裏 Tesla那裏 但是你說 小米又擺明那個消息 你說那些 那些洩露消息那些 那些我覺得 那些做車的東西 擺明是負面的了 但是你升 我又真的覺得 不要理他 但是你說 你放了 Calvin 不是不行 但是是不敢而已 因為 有件事 好像Keeley那樣說 如果你假設市場 炒追落後 炒這件事的話 真的有機會再夾 是啊 不知道他怎樣爆上來 你說這次如果要補充的話 我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這些時間 這個氣氛 可能暫時還未是一個時候 先給大家 因為市場是黃 所以人們追回落後 也不出奇 是呀 中間又怎樣 中國中間這些 就擺明是吃飯那一刻 就是旅遊概念 嗯 這些跟伏償 那類的東西 那類的概念 通關概念 是一樣的 但是這些又真的 又可以 這隻神無死 不過只差在追不追 有過渣 這些你買 如果你有這一陣子的時間 之前炒伏償那些 其實這些可以的 357那些都可以的 問題是 有些你不敢買 就好像357那些 那時候的價格 升到超纏的 這些你很難 就是你很難 如果你網路很緊 如果不是的話 就很浪漫 是 中間這些 其實勝在這些情況之下 就是復償這件事 它是可以的 是 不過金金有個隱憂 會不會現在推高 恆治北水回來 就跌了 我不敢這麼說 因為現在是 火紅火綠 那樣升到 有件事 如果你是假設 這個概念 就要看看 究竟 A股開始之後 A股行不行 是 如果A股回到來 已經開得很差 的話 我講過這邊 應該都會 有機會 都叫半散水 有機會 可能會 那個走水 會馬上轉變差 但是假設A股 都是開門紅的話 其實我覺得 對於港股來說 沒有什麼 因為很明顯 這一陣子 其實應該會有些 好像越追越有 就等於之前的概念 就是說 那些人可能真的 一刻 有些東西升上來的時候 追貨 其實是明顯的情況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變成這樣 氣氛太好了 Derek好嗎 訓練進步 Derek剛剛吃了960 厲害 升了7% 吃了 想轉去東方海外 航運股316 他看到 120多元有支持 想短炒 做得對不對 看到今天的航運股 全線跌 因為市場擔心 航運兩大龍頭馬士基 和地中海航運 原來他們說會結束合作關係 大家就會擔心 會不會拖累運費下跌 全線跌下來 但Derek剛好轉了316 他覺得這個策略是否可以呢 你要用低位去計算 如果你用今天的低位 應該是124.3 是的 這個位置 你當我止蝕 是可以的 因為你真的看到 那些 如果你有看那個小 的話 講今天的時間 先看一下 這個圖 這些 如果他假設跌不下 是漂亮的 甚至乎 如果你看到這個圖 這些是轉世的圖 當然 基本上 你問我 一定不買的 一定不買 但是圖真的挺漂亮的 所以純粹 你以走勢上去看 你看到它不算是124 你考慮一下 先拿著它 但是你說 何文版塊 講一些運費價格 說真的 其實是 你過去這段時間 是沒有好過的 就是全國集中商 那關不關這宗消息的事 沒有關 它之前已經很差 但只不過 你說究竟那個運費價格 到底底 有機會差不多 不過到底不等於會彈 是 是 因為現在 集中商那邊 其實供應 那些叫做一些船 因為很多船 應該是之前頂下的船 現在開始 又是 要交貨 所以變相 整個運力 再漲一步會提升 所以你說 那個行業本身 其實是 不理想的 差的 但是有件事就是 這些集中公司 因為之前那幾年的時間 賺到太肥了 基本上 每一間都賺到一個暴利 那些錢是夠地消入餘 那些錢 你也可以說 今年 或者接下來 派息 那個業績變 是 但是派息 有機會 有驚喜 所以變成 這些股份 你說是不是很差 我只可以說 但是行業是不理想 不過 它的股價 有機會差不多見底 所以變成 你說 這一下你買來擺 OK的 是 想短炒 但是短炒又難 你說運費 整個行程 會不會有機會改變 我想到真的難 因為始終那個運費價格 因為我每個 之前的時間 是繼續更新的 那個數字 就是行業價格的數字 那些數字 我大概都記得一下 我會自己 要統計數字的情況 其實那個運費價格 是 真的 那個跌勢 幾乎是沒有停過的 所以這個行業是差的 但是只不過 你剛剛那個策略上 如果短炒 駁它 可能你當不會貪心 駁它 駁它多4元的話 你可以駁一下 但是記住 穿底 一定要走 一定要走 留意著 124.3 這個今天低位 Tony 或者Bitcoin 又回到3元樓上 放得了沒有 之前都經常說 這些內房股 有時見它打一天 跌一天 所以Tony 見它今天彈上去 不如放它 那行不行 不過我見有 報道就說 其實一些研究機構 即是內地的樓市研究機構 就說市場情緒 今年繼續低迷 但是預料 內地樓市其實下半年 就會復甦 不是看得很淡 但是這隻 2007都難玩 經常日升日跌 如果現在去到這個位置 放它又行不行 Stanley 不要絕 或者整個內房股 你有沒有改變看法 看法後變 不過要放的話 下個禮拜先 過這幾天 因為為什麼呢 你不知道這幾天 會不會有機會 我們有些放假 即是叫做臨服事之前的時間 有些宣布 有些政策 你真的不知道 寧願等這兩天 沒什麼時間 先動它到什麼時候 因為現在 真的沒有 最有趣的事情 就是 明明知道它們是差的 但只不過 氣氛 現在還是好來好 氣氛還是很OK 變了有些固憤 好像你見 用一把零和禮 即是壞消息 你都照星 所以你說這些情況之下 沒有位置 即是沒有位置 但你說 隨時出銷 就可以考慮 OK的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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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是否 一乘六 也沒辦法 Te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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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電話 我的朋友 今早買了 今早上個禮拜買了 之前都說可以 真厲害 我聽到家庭觀眾的電話 再跟Tony談 對 電話旁邊是張先生 我今早打電話來 張先生 你好 恭喜發財 剛才我聽得不太清楚 電話太小聲 我問 阿里巴巴好 還是騰訊好 我不是阿里 剛才今早說了 張先生 阿里巴巴會好一點 是啊 聽到嗎 阿里巴巴 好 好 阿里巴巴 如果你現在 這一刻 你想追貨 你想追來買的話 阿里又會好一點 騰訊 這段時間比較急 變了 現在這一刻 你才進去 那個直播率就好像 低一點 當然 它有些賣點 只不過 我不太肯定 你想要短 叫做短炒那個定義 去到什麼時間 但是你要接駁一個 現在這一刻追落 叫做比較落後 追落後 阿里又可能好一點 所以你要選擇 要先選擇阿里 好 清楚清楚 好 謝謝你電話 繼續和大家聊天 剛才講起力勁 嘩 升了這麼多都不追 我便不見追 去到九分 一隻講已經九分 但沒辦法 本身這一隻 是炒Tesla概念 是呀 追著它來走 是呀 真的厲害 原來這隻425都很厲害 是嗎 不過我算了 那時候我估到好像 一至二十二元左右 都好像打個和酒 這隻都是 但這隻真厲害 這隻真厲害 這隻真厲害 這隻真誇張 這隻我之前有看好的 這隻也是 是呀 你之前有看過 我想要換馬 估了去買 不過估了去買 這個242 是 今天242都可以的 都保持著有升 242升的1.7分 是呀 但沒有這隻425那麼厲害 是 我們就算了 不要緊 因為你那個打和都可以 上年的市況 都可以 沒有得後悔 就是呀 不准後悔 你賺這麼多 現在2331 2331 今天看到體育用品股 又是升得不錯 2020日是一個月高位 李寧呢 又升4.4% 新年也是伏常 但新年大家不是不買鞋子嗎 新年錢 新買褲 你又對 還可以的 但是沒有啦 這些真的是 你現在是炒的氣氛 其實你所有的東西 今天都 除了那些豪豆腐之外 其他全部都有一升 都可以的 那些豆腐今早都好好的 看著它這樣滾下來 是啊 但是2331 這些真的 借著氣氛炒 是啊 有些特別的 又真的不要改 那你想追嗎 追不追嗎 2331 我又不建議 不過這隻萬個數據是神經病的 是嗎 9698 這隻 這隻真是有趣 真的 這隻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不過是 內地炒一些什麼 這隻 數字經濟的 不過這些真的 這些真的不懂 這隻萬個數據 其實體盤數 是不行的 你的增長是快的 它真是 在內地的Data Center 它有一個增速是真的 但只不過 它有增速之餘 它沒有錢賺 它真的 它的規選好像不斷在擴大 我記得印象中好像是 因為這些板塊 Data Center的板塊 我有輕輕研究過 它是厲害的 它的規模是大的 但只不過 真的 這裡都處於蝕錢階段 它真是真是好 可以這樣爆上去 是啊 你猜不到 一乘三就有 不過今天我真的 不太建議這些 其實這隻東西 如果你看回它的走勢 是的 它覺得這陣子是漂亮的 但是 是 因為這隻東西 印象中支持它 好像有這個 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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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嗎 那邊好像是 但是這隻東西是厲害的 這陣子是厲害的 但如果你看回它之前的表現 它下來 它都挺狠的 是啊 剛剛都說現在業績好不好 都照升 是啊 所以這些事情 你還可以說 看你博不博 你問我的話 我就不建議你博的 你問第二些來博 是嗎 但是很難的 好像我剛才說 你已經升了這麼多 現在升都不看業績 只不過是你肯不肯跟進 是 看圖片也很漂亮 整條上升通道 在裡面現在都是 是漂亮的 是漂亮的 但是很多新年前 吃了會 現在是想追回一些貨 都還沒看好 是嗎 其實是 可能如果今晚有興趣的話 你用這裏 22元左右作指示 這隻 是嗎 因為這隻的信心 我又真是 好一半 可以參加 Tony就問一隻 189東樂集團 反而這隻真是很厲害 今天都在升1.3% 這隻的圖很漂亮 真是 想追回這隻 Tony 是不是 他的圖很漂亮 但是這隻就是 業績都好像OK 之前出了一個型起 是嗎 好像是 12月出了一個型起 去年 但是這些股就真的 又是那句 你要駁它 保持得到 因為這隻北水 之前好像好很多 但是這隻就看看 你自己 之前是北水外股 沒錯 但是這隻 北水外股之餘 波幅都很大 所以這些真的 你要駁短線 一天你駁去下星期 北水外股的時間 這隻也要炒一下 是 留意著 剛才都說了 如果要選擇現在 那些出油股 好像78029的6日 那些 那些還行不行 看今天就不是升很多 還可以的 還可以的 是的 真的心動 你知道之前 新年前有些可能 吃了糊 現在又想追貨的話 我覺得這一個會不會 是一個選擇 但又變成升過 升幅就不早 很誇張 但這些真的 你的圖 都是斜斜的 一向上升 OK的 這些OK 不差的 我看到葵程頭 簡直是內地首四天 春節假期 酒店民宿門票 一定很誇張的 超越了2019年 即是疫情前 2019年開始爆熱情 那時候是很 不是 2019年 如果這樣計算 不是 2019年是都爆了 我記得是2019年 年尾才爆 2020年一年多 是的 我記得是新年的時候 三年 不過你這樣計算 IMAS都說 今年頭四天 是 說什麼 是前線第二勁 為什麼超越得這麼厲害 可能有些 好像有些 報復式的反彈 真的不奇怪 比之前更誇張 等於很簡單 等於 又將心給己 你剛剛這座新年 因為之前兩三年 大家都知道 你這些 措施太過 太過剩下的時候 你不能和朋友 和家人吃飯 都是 你這一段 親戚又回來了 他就帶親戚外國回來 讓大家一起去吃飯 聚會玩 你都不擔心 你也對 沒有服飾消費 這些可以想想 大家同情和攜程 都可以參考一下 3660 3660可不可以想想 看這個圖 又沒有什麼特別 不過Tony 寫成交好像不太多 他今早出現了 二萬三千幾股 半身股 是啊 這只是沒有什麼意見 不過如果真的 純粹炒氣氛 你說買一些 沒有 不過這些純粹 你買來 薄短炒 因為真的 這些 甚少研究 但是只不過 你和那個走勢 叫做OK 這樣 好啊 可以想一下Tony 回到WhatsApp的朋友 他有一隻 BillyBilly 202元有貨 現在怎麼操作 剛才一開始 我們已經說了 700的升 那些 復常概念 拿著 不用急食 202 也不用住 因為氣氛 是這麼OK 如果這樣 明天 就是星期五 還有下星期復市 看看究竟 求職者 大戶 選擇 這個位置減一減榜 還是 再追貨 如果你看到 可能明天的時間 有些 不太對版的 你短炒的話 你就先走了 因為 始終這段時間 很多股份 升了很多 變成 隨時突然之間 有些比較大的回調 好像很多 那樣 不奇怪 只不過你是 能否定得到 回到那一刻 因為好像 金沙 甚至200這些 我覺得不是不可以買 是可以買 只不過可以的話 等數據出來 才再想到 等多一天 星期五 星期一 2月1日 他們出數據 等下星期二、三日 是啊 很快 現在這一陣子的時間 要找一個 一個市場 這麼多東西 讓大家炒 可以去想的時間 都沒有必要選一些 可能有機會 就是有機會 這些數據出來 是差的 所以大家害怕那些情況 免得 好 那些朋友 就參考BDb 暫時先拿著 或者吃了一半 等下先 等下先 好 那些問題 都答得差不多了 都祝大家套年行大運 賺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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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Stan 你們申報 剛才提到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的 有和大家申報了 好 謝謝你 這個環節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見